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每周最多跑三次 每次不能超过48分钟 如果超过这个运动量 死亡率和每日久坐 不猜在运动的人群是一样的 专家还强调跑得快要比跑得久更伤身 在这里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们 小跑一晴 常跑伤身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这条微博 2010年 一部3D动画片《卑鄙的我》 成功俘获了一大批观众的心 而片中出现着穿着牛仔空裤的小黄人 更是成为不少孩子们的心宠 呆萌的小东西一出现就成功俘获一大批粉丝 甚至将主演的风采都抢走 今年7月 一部以小黄人作为主角的电影 《小黄人》正式面世 该片继首款预告片之后 再度爆出第二款中文预告 一群坑主猛宠呆萌来袭 不知道粉丝们是否做好了尖叫的准备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奉典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